从观众看到大批警力破门攻击要逮人 因为嫌犯涉嫌利用社福协会找了个借口 说要向独居老人送餐 找了8名亲友充当人头 向各地政府单位申请交通补助费用 后续查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亲自送餐 都是找便当业者送过去 更离谱的是由于这些人要与人接触 在疫情严峻期间处在高风险环境 但没送餐还未列入能提早施打疫苗的名单当中 警方查出林姓祖贤还有女会计 一共9人通通都是人头志工 从2020年到2022年 估计诈骗了社福单位500万元的送餐交通补助费用 代替一段警方说明 讯后依刑法的诈欺为照文书 等于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 除了营造送餐的假形象 怕事情会曝光 祖贤甚至还提报假的志工名册 因此在疫情严峻时刻底下的人头志工 才能优先施打疫苗 如今事情曝光通通被移送罚办